一人秋泽过去曾出演多部热美式作品 精湛演技备受观众们的肯定 近期他与女性张军宁 合作出演的电影《最好的相遇》即将上映 梁然在片中饰演一对心智有障碍的夫妇 在生下孩子后想要成为好父母所遇到的挑战 先前张军宁在剧中的崩坏造型一度登上热搜榜 日前官方释出最新的预告片后 秋泽样貌更是震惊众人 直接影片中的秋泽有着满口黄牙 眉毛稀疏 皮肤也晒得十分有黑 衣服邋遢的模样 吓坏了不少网友 惊呼这居然是秋泽本人 真的完全认不出来 和现实的反差简直太大了 甚至有网友表示 这根本就是回容式造型 纷纷夸赞他勇于挑战自我 不过也有网友外楼询问 这部电影是在双方传绯闻之前 还是之后拍摄的呢 很好奇他们对戏实会不会尴尬 请不吝点赞订阅